不想当歌手的演员不是好导演啊 这次演艺圈里的玩笑话 也说明了这个演艺圈里面 很多人身兼素质 这个转行跟转身一样 非常容易非常简单 你看今年演员转型当导演是一种潮流 继这个徐珍赵薇之后呢 曾经的香港玉女杨采妮也当了导演 她的首部导演作品《圣诞玫瑰》 5月24号就上映了 和这个徐珍赵薇不同的是 杨采妮她更加有野心 她选择了更有社会化的性侵题材 近日杨采妮带着自己的导演宠女作《圣诞玫瑰》 来到苏州举行影迷的见面会 与她同行的还有该片的主演《郭不成》 《贵伦美》和《夏宇》 《圣诞玫瑰》关注的主题为性侵 关于话题敏感 备受外界关注 被遗弃和性侵犯 是两种最难磨灭的伤痕 此前赵薇指导的电影《至青春》 创造了不少的新的记录 赵薇更是一举成为了中国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而此次同样也是从演员的身份 杨采妮表示很为赵薇感到高兴 她的努力 然后我看了那个电影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她其实很用心 《圣诞玫瑰》的主演阵容里 《贵伦美》和《景海露》是影后 郭不成《夏宇》和《张震》是影帝 首次指导电影就聚集了《三王二后》 不能不佩服杨采妮的好人员 对此杨采妮承认 自己为这部电影确实刷爆了人情卡 要来到我们《三王五》